人们为何如此怀念山口百会? 看完这组珍藏的老照片,你就明白了山口百会的名字,和他主演的血液,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。 百会在最美好的时光极如涌退,嫁给了日本男性三浦友和,甘愿做他身后的女人,犹如樱花在盛放之际凋谢,被称为樱花之神,山口百会的舞台魅力,不仅是因为他的相貌,他的歌喉,他演的戏,更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有关。 恰是这份特立独行,才使得百会成为许多人年轻时的一个梦,与他有关的一切也在若干年后,成为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回忆。 山口百会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呢?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日本经济如日中天,人们充满乐观,细心百会,百会以清纯,温柔的形象出现,让人们觉得,他就是日本美好年代的象征,他甚至把最辉煌,最明亮的自己奉献给了万千歌迷,故此还有如此普遍的怀恋。 山口百会与三浦有何?的情侣形象备受,好评,主要作品为一斗的舞女,顾芝奇,是得冲击绝唱的,直至今日依旧经典。 1980年11月19日,百会和三浦举行了婚礼,婚后出版补了自序传,苍茫的时刻,二人婚后育有二子,长子三浦又太郎,四子三浦贵大,日子过得幸福美满,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处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